老人耳背后要怎么办呢 讲述百姓真实故事 朋友们好 我是北京妙姐 这期视频的主要功呢 是一对母女 是我们在胡同中 很幸运的遇到的 70岁的女儿 陪着97岁的老妈妈溜弯 画面温馨动人 特别是女儿给出了 三个重要的提示 相信对老人的健康和生活 会有很大帮助的 来咱一起听听吧 97啊 听不见 您多大年龄 我70了 70了 多好呀推的老妈 老妈还行 这的97不像 不好呀 不要比人的农村的老太太 多了 养老还得在农村 对 养老还得在农村 对 空气好 不怕估计好一个派 随便 不怕撞车 也不怕碰着这儿 不怕碰着那儿坐 大院就不怕溜达了 对对对 就不像这儿 没事 往下来走 还能走呢 往下来走走 下来走走 还能走走 还能走走 自己让他走走 自己能起来吗 慢一点 又 真够棒 真够棒的 真够棒的 这个年龄千烂千烂 别睡 我们都摔过了 再摔就是八宝丹了 慢点 慢点 再摔就是八宝丹了 80多岁就摔了 要不特地坐轮椅了 这样走 真棒 真棒 太棒了 恢复也行 九十多家恢复肯了 九十七岁 回家半个月就走 我妈摔的时候 医生就说 就像这个骨折 那这个 他还不是这种骨骨头 还能换 他是这骨骨性 对 属于那种分析型骨折 现在等于比如说 金属板贴的 要是年轻 就一年以后 把金属板可以取出来 他就等于虽然辣 就不取了 他也别扭了 他当然也不太疼 他就懒得走 一动 那我不知道 你不懂 慢一点 真是 平时怎么保养 平时怎么保养 现在都瘦多了 一年多 自然消耗 原来胖 对 您说老了是胖好 还是瘦好 是吧 能好 你看大疫情的时候 我们也没染上 没染上 没染上 一般那时候 本人就 天咽什么的 人家大脑 原来不懂 不懂 现在好多老人 叫你妹妹 没有个 不是老人说 听不见了 就可以放弃了 这听不见 对他损失太大了 他听不见就放弃 放弃 所以还是要配助听器 配完了以后 他就能够去关注别人说话了 是吧 越来越听不见 所以等于他连电视的都不看了 他听不见 对对对 你说的这个太好了 也是提醒大家提醒老人 对牙 这牙都有记忆的 等于你吃一个牙 等于就是一种损失 要么是咱们有神经 对 你长期都吃牙 等于这部分神经也吃了 一种损失 是 就是说相对的说 对牙牙 帮助手表 但是还是有那个牙 好 慢一点又下坡 相对比较好 看着70岁的北京大姐 推着老妈妈远去的背影 让人倍感温馨 有妈真好 我们也祝福他们 幸福安康 您家中是否也有年迈的长辈 您觉得大姐提醒的 对你有帮助吗 您觉得长寿有秘诀吗 评论区一起聊聊吧 感谢您的点赞关注 转发支持 我是北京妙姐 咱们下期再见